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觉得影集怎么样 我觉得它的后座力蛮强的 就是你每一集看完之后 都会让你想要去思考一些事情 然后我也会看到 我很多的脸书朋友们都会讨论 那老师你推荐我读原著吗 这个读原著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 影集加了一些奇幻跟科幻的设定 然后也加了比较多的创意改编 所以让每一集的单元剧 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 原著比较没有这些 超现实的设定 它就是吴小乐用一个家教老师的身份 给每段亲子关系做的一些贴身观察 它是一个比较写实的记录 但是因为它比较写实 所以它看起来就更加的震撼 我知道我知道 用电影来比喻的话 影集比较像是剧情片 那原著就比较像是纪录片了 对不对 没错 影集利用原来的这个故事做核心 加进了有悬念的情节跟角色成长 所以如果你看了影集又读原著 就可以互相比较对照一下 看看相同的题材在不同的创作者手上 变成什么不同的样貌 不过啊老实说啊 其实我在看这一部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好像恐怖片 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家长都很有问题 还蛮恐怖的说 其实从我们站上的那个画线助记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无论是家长或者是孩子 就很多读者对这个书 其实是很有共鸣的 从作者写书出版 到拍摄公式影集 然后再到读者分享心得跟画线助记 这可以让有相同机遇的孩子 知道说自己其实并不孤单 然后也可以让父母亲回去反省一下说 自己是不是在不知不觉间 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这个就是阅读的力量 老师啊讲到亲子关系啊 最近好像蛮多书都是在讲这类型的 对这一次的畅销榜里面 还有一本书叫《折子动物园》 这本书是华语美籍的作家 刘宇坤的短篇小说集 有些小说走这个有奇幻色彩 那有些是走科幻路线 其中有几篇也有提到亲子关系 例如跟书同名的这个《折子动物园》 不过它切入的角度 跟你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事了 哦《折子动物园》听起好像很好玩 我知道一定就是亲子之间一起折子吗 故事里面有妈妈有折子 这个小孩子倒是没有折子 这故事里面的主角是一个混血儿 那小时候妈妈用折子的技巧 就是做那个折子的动物给它当玩具 然后这些动物经过妈妈吹气之后啊 就是会有自己的动作跟反应 那主角原来觉得很有趣 那也觉得妈妈超厉害 但是随着它慢慢长大 就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并不稀奇 而且也因为种种原因 它开始嫌弃来自异乡的母亲 那直到有一天 老师你等一下你不要抱了 我要自己看 乖 这本很好看 你一定会喜欢 好 而且如果不排斥科幻题材的话 最近的《抢小榜》有好几本有趣的科幻小说 例如《太空的六场葬礼》 这个故事结合太空旅行 富士人还有密室杀人的不同类型的元素 相当的有创意 又例如《断裂2097》 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人 小时候住在嘉义乡下 让阿公阿嬷照顾 五岁才被父母接到美国去 他的正职是资讯管理顾问 但是同时也是体操跟武术的选手 而且他还是一个特技提升演员 这本小说的主题是时光旅行 但是因为写法很特别 所以一出书就被电影公司 买了这个改编的版权 哇 他真的好厉害喔 我想你的孩子里面那些父母 应该教不出这种孩子吧 如果父母亲一味地用分数来评断孩子的话 那大概不会鼓励孩子去练体操 或者是当特技提升 就算让孩子上作文班 想到的也不是会让他会写故事 而是希望这个考试作文可以拿高分 不过话说回来 作品常常会有比较脱离常规的情节 我们也比较容易对这一类情节有印象 所以现实当中的亲子关系 其实大多数没有那么紧绷 那就算是有类似的情况 也不见得像影集里面那么夸张 真的吗 老师你不要安慰我了啦 不是我要安慰你 要了解真实的社会状况 其实还是需要参考这个研究数据 如果只靠个人印象来做评断 那可能会跟事实相差很远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他会不如 那个一无所知所做出来的判断 蛤 什么 你是说我如果知道越多 我反而错越离谱 蛤 为什么 因为那个知道啊 很可能只是印象 然后这个印象可能并不正确 它可能来自这个媒体简化的标题 或者是来自你很久都没有更新的记忆 用这些有问题的资讯去做基础进行推论 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误解 这回《唱小榜》里面的新书真确 就在讲这件事情 这不只是我们这些平凡人 就连各国的专家 诺贝尔得主都会犯一样的错误 那めて观察 因为这种小伙联系的 因为这种小伙大学 因为这种小伙伴会比较适成太短 如果你用了小伙伴的应该 我用了两个小伙伴 我也做了一种好证度 和做到国家的教授 在科典联系的 那些手记作者 和这种责业 和这种小伙伴对 小伙伴在小伙伴 本書的作者漢斯羅斯林非常擅長把這個數據跟資訊視覺化 然後他就是有憑有據的告訴大家說 世界其實正在大家的努力下慢慢的變好 今回回頭 Ros來 continued 走啦 你可以看這裡看到中國在更多健康 cáid 那些消避下坡的日本的利媒 以左手把拉加坡的小婦 黃色的から從以ние策略而成縱的加坡的 여러분 第一川來長 rhythm battery的馬 dermat威 plus可以不同的三個 societies 但是從不成 blunt kamera,在80年代 公民提供家庭 鼓劃的 智能,公民進入那里的智能 在90年代 我們有犯狀的疫情 這讓我們的第一印象努力 還有所有其他人的 worldview 動作進入 那裡 我們有很長的生活、小的家庭 我們有一個完全全新的世界 比爾蓋茨認為這是2018年最重要的一本書 而且電子書在瑞牧上架之後 不到一個月衝進半年暢銷榜的前五名 可見大家都很希望好好的看清楚這個世界 不要簡簡單單就被直覺 或者是被帶風向的媒體帶著走 不要人圓圓真的很重要 沒錯 關心世界局勢 但是也要關注自己的生活 最近創銷榜里也有知名財經作家 Swift的作品 他從鉛商 房仲跟投資等等的角度 來指出國內房地產買賣的一些問題 這幾本書的紙本版 其實是好幾年前的創銷書 那現在出了電子版 那書中的資訊還是非常的實用 哦 好 那我要來買來看看 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一樣 多看看熱門影集的原著 或是想要找一本好看的小說 又或者是想要對世界有更真實的看法 不要輕易的受騙 都歡迎到這個網址來看看 看看讀者們都在搶購些什麼書哦 好 收工了 收工了 拜拜 拜拜 欸 老師啊 你當過家教嗎 有啊 不過時間很短 哦 我知道 一定是學生看到你會怕齁 其實家長看到我會怕 哈哈哈哈 你真是修理 吃的 沒有什麼事 谢谢观看